我每天早上记得早我永远 凭借洗脑儿歌爆红的娃娃娃黄老师 近日曝光了全新儿歌 太阳高照花儿在校 准备再度洗脑粉丝 只见黄老师带着甜甜微笑 一字一句温柔交唱 搭配简单上手的动作引导小朋友 在幼儿教学上展现出专业的一面 太阳高照 花儿在校 跟我作唱 海蹦蹦跳 听一听 听一听 拍一拍 我每天早上记得早我永远 太阳高照 花儿在校 跟我作唱 海蹦蹦跳 听一听 听一听 拍一拍 我每天早上记得早我永远不回来 非常好 一戏爆红后 各种负面丑闻随之而来 网友纷纷跳出来爆料 小小花园并非黄老师原创 而是另一名桃子老师所改编 以及植一背后是否有经纪公司操作 其中 无虑竞速研照 更是一度震惊全网 让花大笔金钱抖内的男分喊着要退款 对此黄老师也跳出来辟谣 在社群上晒出许多生活照给网友比对 高EQ回应了网路上的恶意谣言 他表示从没标榜自己是歌曲原创 很尊重原创者 只是想分享好听的儿歌给大家 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 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 在大大的花园里面挖呀 种大大的种子开大大的 在特别大的花园里 我也想花园里面挖呀 种特别大的种子开特别大的花 黄老师对于外貌的批评也大方回应 我并没有整形 如果觉得我外表不好看的 我当然也可以接受 我本来就是一个普通人 比起外表更看重人的内在品格 并分享了一段对话给所有的女孩 不要容貌焦虑 我们不可能永远年轻 选一个好的专业 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上进心 获得一份喜欢的事业 做最好的自己 粉丝也留言鼓励 黄老师治愈的笑容 清澈的眼神 就是最适合孩子的好老师 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 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 在大大的花园里面挖呀 中大大的种子开大大的花园 谢谢 谢谢爱一爱一给我上的冒玩城堡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 近日中国武汉一名黄姓幼儿园老师 在抖音上传他带动唱儿歌小小花园的影片 清秀的外貌和温柔的嗓音迅速爆红 其中儿歌歌词挖呀挖呀挖呀挖相当洗脑 短短几天影片就被疯狂转载 抖音粉丝数也高达660万人 爆红后黄老师也开直播与粉丝互动 不仅观看人数超高 抖内金额更是惊人 短短三场直播就赚近200万人民币 黄老师也在直播中平平鞠躬感谢 可说是名符其实的挖到宝了 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 Ya挖 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 God 在大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草挖著挖 种大大的种子开大大的 God 在特別大的花園裡 花園花園花 種特別大的種子才特別大的花 Ruby請問一下單身多久 半年 半年就這麼急 半年這樣來上節目 沒有 半年當初為什麼會變成單身 對方的家長覺得我的工作 因為我工作有接觸到演藝圈 然後他們就覺得演藝圈很亂 然後 你是接觸到演藝圈的誰 對啊 那妳快覺得 不是 那妳覺得 妳的父母覺得他們 他們就有個很奇怪的想法 就覺得演藝圈很亂 然後會 就接觸到的都是男明星男藝人 然後會有肢體接觸 或是一些互動 平常人就不肢體接觸 對啊 你都在泰拳打人了 重點是下收工完大家都很累 就會直接回家 我們是啊 對啊 大家都很正常嘛 對啊 爸爸有點太謹慎了 對啊 對啊 好手 其實演藝圈不是全部都是這樣 有一半以上是這樣的 你不要那麼大吧 你現在這樣會大家 我會喔 你不能說一半喔 是 只有一半 只有一半 這樣會好一點 好不好 對啊 而且這個也只是我的 part time 我的正職是 part time 對啊 我有意思嗎 我的正職是 就是在大學裡面當英文老師 大學的英文老師 對 我教大學生啊 你是助教嗎 沒有是 那個要非常厲害耶 大學生更亂耶 偏題 偏題 看哪一間 是喔 那我們先問 你喜歡的男生是哪一種 成熟 穩健 穩重 然後 穩健 穩重 穩重 然後很陽光會運動的人 那現場哪一個 你比較 比較順眼 歐地 我想要他們三個加起來的特質 太安心了 哇 原來是你邀請這麼高 那我不就還要人行無功風險 我想要 我想要國賢 還說藝人話 我們也風險一條 風險太痛 就是我想要國賢哥的穩重 妳想要國賢哥的穩重 幽默 對 幽默 不要 不要這樣 我覺得他很幽默啊 洛陽的就是外表帥氣 跟他很會 很會打扮 然後再來就是他的那個 陽光跟 越移動的那樣子 先講好紅 我要當第一個 新鮮 不行 不只好笑 他很會跳舞 來 音樂 趕快就會拍手 開始 你覺得有點新的歌嗎 觀眾看這個看膩了好不好 因為你們沒有出新歌 不是 他可以放些動 我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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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妳好 天 求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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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好合 在一起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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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妳說妳不要 然後妳要我們的舞曲 對 但妳跳舞是 Shenny的舞 Shenny是這樣子 這樣子 那很無聊嘛 對啊 有 這個 看很多啊 這柔軟度不錯 這個五年我都嫌老 好 那我請教妳 麵包跟愛情哪個重要 我覺得愛情比較重要 因為麵包我有了 對 對 我沒有怕 中菠蘿麵包 如果妳沒事帶兩個麵包 不是啊 就是說 妳覺得愛情比較重要 可是妳同時做三份工作 妳根本沒有時間談感情 妳怎麼認為愛情重要 對啊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老師 然後再來就是外景主持人 然後跟就是企業家 我有自己自創品牌 還有公司在影 那是做什麼 做什麼 美妝美髮 妳穿將是因為妳一個禮拜 打兩次跆拳 對 我都重訓兩天 然後有養一天 然後跟 兩天跆拳 也沒有時間談戀愛 還很滿 妳已經三個工作 然後又五天運動 對 妳是想中老 對啊 妳真的有想談戀愛嗎 有啊 還是妳是想把時間填滿 我很想要談戀愛 因為她剩兩天 剩兩天要幹嘛 然後很多人就覺得說 再次 就是演藝圈 他們都覺得 演藝圈會遇到很多帥哥 然後接觸到的人很多 是啊 今天很多啊 對 沒有嗎 沒有錯 這不用謊言 是真的喔 是真的 有一個不是 還是很多都有已婚的已婚 或是You know 對啊 我們是You kn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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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沒講到已婚的 但是 You know 是個You know 就是應該會有很多人追 可是就沒有啊 讓我問妳 這我們這裡面 又要從這裡面選嗎 不是 我們這裡面 You know You know 就是妳講的 妳要從這個You know裡面 從You know 目前比較急的是 黑You kn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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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You know 白You know 然後就是花You know 請問一下 後面You know 後面You know 妳看裡面那件脫掉 不行啦 我其實很酷耶 什麼 妳幹嘛想脫 不行不行 請問一下 妳最忙我寫的印象 我覺得她很成熟穩重 她看起來是老實人 就是 爸爸媽媽 老人還是老實人 老實人 就是她的臉 她的臉 她的臉是很安全的 她的臉是 講到笑出來 安全 安全的人 不是 找老公的老實人 找老公不知道這種人 對啊 阿公媽媽跟爸爸媽媽會喜歡的 就我帶回去 爸爸媽媽會說 這個可以 這個好 這樣 很簡單 你去找個演藝圈 知名度不高不就解決